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云的画法 今天呢 咱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勾云 勾云呢 首先我们要用到淡墨 然后呢 可以拿一支小号的狼豪笔 我这支呢 是梦星河 狼豪笔呢 它的弹性足 适合于画线条一些 勾云的时候要注意 一般来说呢 云的上面应该线条少一些 云呢 它分为阴和阳 阴面和阳面 上面呢 那个部分呢 是阳 下面这一部分呢 是阴 上面的阳呢 也叫云头 它的线啊 应该画的少一些 我们可以看一下 用线的时候呢 一定要放松 整个手要放松 这样的线条画出来呢 才顺畅 然后画出这样的不同大小的弧度 这个呢 就叫云头 一般呢 是画在上面 也称为阳 底线呢 就要少一些 少一点点画的时候 好 然后呢 我们接着往下画 往下画的时候呢 就到云角 就叫云角 下面的微阴 笔线呢 要密集一些 画的时候啊 线可以多画一点 这样呢 就形成了这样感觉有一点体积感 或者是有一点重量感 要注意 用线一定要流畅 要灵活 画到这个下面之后 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这种层次感也给它画出来 好 下面呢 我们看要画一个什么样的形 我们可以顺着它这个形 可以这样画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在后面画一些这样的衬托 就是这种云它的这种层层 遮挡层层叠绕的这种感觉 好 画完之后呢 一定要注意 来多这样画一些线条 来体现它的这种阴阳相背的关系 好 这些线条呢 尽量是要有始有终啊 有开始的地方 然后呢 有结束的地方 那不要为了去画线条而去画线条 我们国画是有一些详细录播教程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可以给我发消息领取 那有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对这个勾芸的这一部分进行一些补充 主要是补充它的这种弧度 补充它的这种体积关系 轮廓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画得稍微明显一点 来一些不同角度的线条去进行一些烘托 有喜欢国画的朋友呢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有时间呢 可以跟着一起学一学 一起画一画 好 你好